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听到这个名称可能觉得有些陌生 但是在古代它是风里大江南北的时尚运动 那么什么是锤丸呢 锤是打的意思 丸就是球 锤丸是一种用球棒击一球的运动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明轩宗宫中行乐图 图上就有中国明代宣宗皇帝进行锤丸的画面 只见宫围深处 绿柳成荫 锤丸球场地势宽阔 而这位神情投入挥棒击球的正是明宣宗 宣宗皇帝双手各持一棒 侧脸注视着小球 关注着球的去向 似乎对球没有进窝有些疑惑 一名内侍屈身向前准备接过宣宗手里的球棒 还有一名小童好像是准备为宣宗更换球棒 画面非常生动 朱瞻基这位皇帝 他年号宣德 庙号宣宗 那么史学家认为 他的脾气秉性 实际上跟宋代的徽宗皇帝造极 非常之接近 两个人都是绝顶聪明的帅哥 那么对于齐秦书画 一摸就会 对于任何游戏体育活动 可以说是一看就精通 宣宗皇帝早年就有所谓蟋蟀天子的称号 就爱斗蛆蛆 在当时为了给他找蛆蛆可是劳民伤财 那么我们故宫收藏有关他的图画里边 还有他斗鞍春的话 他还特别喜欢打猎 另外他对于体育也非常热爱 我想皇宫里边应该有一个 设施齐全的 专供他进行体育活动的 这么个御用体育场 就是这卷 宣宗行乐图卷里边所表现的 这里边一共画了五种体育活动 前三种宣宗皇帝现于观赏射箭 马球和促军 那么后两种他可是亲自下场了 一个是锤丸 一个是投胡 从画面上看来 这个宣宗应该是津津有味 对于这个运动非常感兴趣 中国古代的锤丸运动起源于唐代 到了宋元明时期都非常流行 相传宋徽宗就非常喜爱锤丸 他的球棒都是纯金打造的圆边 顶上坠势玉器 为了让球技精益求精 孙徽宗还隔三差五的向别人请教 不仅皇室贵族文人莫刻 中国古代侍女在闲暇之余 也喜欢以锤丸来消失节闷 上海博物馆有一幅中国明代侍女图 就细致刻画了宫廷侍女们 正在进行锤丸活动的情景 画中的三名侍女 头戴精美的侍物 身着华衣 在松树下优雅的推杆机球 旁边的两名丫鬟 为侍女们拿着球棒 场面十分生动 除了大人喜欢 孩童也是锤丸运动的爱好者 相传北宋著名闻人范仲淹 有个外甥叫西府 后来成为北宋官吏 他小的时候就特别钟爱锤丸 为了锤丸连饭都不回家吃 美介之不听 关于西府锤丸的样子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但是在山东省泰安市的大庙中 藏有一组中国宋代的石刻 其中就有孩童锤丸的场景 这幅石刻锤丸图 是目前中国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锤丸图 图中站立着一名儿童 正准备机球 他头扎软筋 上身穿竖腰长袍 下身穿肥腿裤 分腿而立 儿童右手拿着一个球 左手持棒上举 棒端成弯曲状 棒柄自上而下 逐渐变细 仔细观察 这名孩童双唇紧闭 两眼紧盯右前方 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 十分可爱 中国古人曾有诗描写 孩童玩锤丸 城间小儿洗锤丸 一棒横击落青瞻 纵令相合云山路 曲折轻巧入窝园 生动再显了孩童锤丸的 有趣画面 锤丸运动历史悠久 那么我们的古人 为什么对锤丸如此钟情 古人锤丸时用什么样的棒 什么样的球 又是怎么玩的呢 中国元代就已经有了关于锤丸的专业书籍叫《丸经》 洋洋洒洒三十二章 对锤丸的讲述无所不报 据《丸经》记载 锤丸可以收其放心 养其血脉 一一乎精神 对古人来说 锤丸运动可以强身健体 放松精神 而且充满乐趣 锤丸运动首先要选择在宽阔的野外山坡上进行 地势要有起有福 这样起增加打球的难度 也增加了打球的乐趣 在明轩宗宫中行乐图中可以看到 由于当时锤丸的场地设置在公园之内 地势太过平坦 所以人为地设置了一些树木、砖石等高低不平的障碍 锤丸场地上要挖一定数量的球窝 球窝旁插有不同颜色的彩旗作为标志 以示区别 每个球窝间的距离为数十步到百步 球窝中放有锦囊 进球后一提锦囊便可把球取出 锤丸运动中用于基球的球棒 球棒很讲究 球棒种类很多 供基球者在不同的情况下运用 比如 窜棒用于战力击打地滚球 勺棒用于屈膝击打高空球 多用于远距离击球 铺棒用于战力击打高空球 多用于近距离击球 在明轩宗宫中行乐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锤丸球棒的大概样子 宣宗以皇帝之尊打球 光球棒就有几十根排场之大令今天的体育明星都择舍 宣宗的球棒一根根分门别垒放在特制的球台上 旁边还有人看守 这些侍从一人捧着一根球棒 大气也不敢出 小心翼翼地等候着主人更换球棒 在场地左侧摆 在场地左侧摆放着一个鹿山支架 其造型犹如鹿角 也用于放置球棒 鹿山支架造型高耸叠致 力道囚禁 而且非常实用 构思巧妙 球棒的制作很讲究 其主体为木质 用牛筋牛胶加固 并用竹子制成 制作球棒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 一般选在春天和夏天 因为这时各种材料比较容易粘合在一起 球棒粘好后 还要进行细致的刮膜加工 最后才能制作出合手耐用的成品 皇家使用的球棒通常用纯金装饰 顶上还坠有玉石 锤丸使用的球大多为木质 而且要用纤维紧密的木料 坚固耐用 久机不坏 球要轻动事宜 不可太重 太重行动迟滞 也不可太轻 轻则发飘 再说锤丸的比赛规则 是根据球进动的多少进行累积积分 比赛时球手从规定的击球点向球窝处击球 三棒内击球入窝者得一筹 球手用最少的击打次数得筹最多者为胜 犯规或唯利者要减去一定的酬 中国古代锤丸运动非常盛行 我们可以看到锤丸从场地到玩法规则 都与现代的高尔夫运动极为相似 那么锤丸和现代的高尔夫是一回事吗 中国山西等红铜县广盛寺的水神庙里 有一幅元代大型壁画 描绘的是元代人锤丸的情景 画面中 在云气和处时间的平地上 两位水神身穿珠色长袍 右手各握一短柄球棒 左边的水神正俯身做击球动作 右边的水神侧蹲 仔细注视着前方地面上的球窝 稍远处有两名侍从各执一球棒 其中一名侍从伸手指点着球窝的位置 形象十分逼真 在北京深奥期间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先生 看到这幅壁画时大吃一惊 他笑着风趣地说 原来中国人在元代就开始打 高尔夫了 高尔夫运动历史悠久 讲究礼仪 是一项高贵优雅的绅士运动 那么锤丸与高尔夫是一回事吗 锤丸运动啊 在中国发达的很早 至少在宋金时代就有了相当完整的比赛跟场地规则 那么据说呢 那么据说呢 在欧洲 比如说在罗马帝国 以及后来的像荷兰呢 苏格兰 法国 古代呢 也都有这种 机球进动的游戏 但是呢 它比较原始 所以呢 有一些体育史学家就认为呀 很可能是元朝 蒙古人进军欧洲的时候 把这个中国的锤丸规则 带到了那边 促进那个机球进动的游戏 逐渐发展成熟 最后呢 形成了现代的高尔夫运动 所以外国人呢 就把锤丸叫做中国的高尔夫 锤丸这种看似简单的打球进动的游戏 风靡一时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物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锤丸运动盛行的时代 也展示了锤丸运动的历史和发展 锤丸运动发展到中国清代 逐渐走向衰落 直至消失 2006年4月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 联合将古老的锤丸用具复原成功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展览 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锤丸的风采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